日本統治台灣50年間 發生了大大小小的武裝抗日事件 其中規模最大、最慘烈的 是1915年的西蘭安事件 而這一個事件的主角于清芳 混過8加9職業是當機 利用Kidang 蠱惑人心 還懂得利用老鼠會的指銷手法 號稱跟他購買神符就可以刀槍補入 那這場由當機領導的武裝抗日 是怎麼一回事 為什麼一堆人還沙沙的跟隨他呢? 西蘭安事件顧名思義 稿色的地點是俯城西蘭安的五福王爺廟 不過俯城的廟宇這麼多 為什麼要選擇西蘭安呢? 由於早年台灣瘟疫橫行 西蘭安主祭的五福大地 本來就是掌管瘟疫的瘟神 因此西蘭安每年都會有驅逐瘟疫的儀式 會先漏進俯城兩天 四處蒐集毒物放入五毒桶 然後第三天把五毒桶拿去海邊燒掉 這一個儲溫儀式才算完成 所謂的毒物 理論上是散布在陽間的排名 而實際上就是民眾的垃圾啦 也就是說西蘭安在幫浮城市民大掃除 因此市民也樂於配合 以科學的角度來看 乾淨的環境也確實能有效防疫 西蘭安除了美聯邦人的大掃除外 還提供當機問世的服務 且這裡的當機都頗為靈驗 尤其日治時代初期瘟疫橫行 以驅溫為主要業務的西蘭安 香火更是鼎盛 1896年 日本製台的第二年 台灣爆發了鼠疫大流行 兇手是來自香港的老鼠 這場鼠疫最早發現於台南的安平 不久鼠疫流穿全島 尤其以源頭台南最嚴重 不少村莊直接面村 然而台灣總督府的防疫政策 卻是縱北青南 對於疫情較不嚴重的台北 特別從日本內地調派專家支援 並成立鼠疫預防委員會 大概是台南的日本人較少 或是距離總督府太遠 因此台南就被無視了 這對自尊心盛強的台南人來說 自然是相當不滿 於是台南人依照傳統 還以此求助於溫省五福大帝 而五福大帝有沒有在發動全市的大掃除 文獻上有沒有記載我也不知道 但神奇的是1907年後 鼠疫在台南逐漸緩和 反而握有大量資源的台北仍然相當嚴重 自此台南人更加相信 鼠疫能夠消除 都是五福大帝的功勞啦 於是西蘭安的信徒越來越多 甚至覺得靈福勝過西醫 這就給了魚親方的可乘之機 鼠疫結束後 西蘭安一戰成名 來這裡求神問普找當地的人更多了 其中來自新化土豪蘇有志 更成為虔誠的信徒 最後還當上了主委 這時候的魚親方在西蘭安的附近開了一家年米場 年米場老闆也算是地方上有頭有臉的人物 因此魚親方常去西蘭安泡茶聊天 因而認識了主委 魚親方讀過幾年書 會漢字也懂日文 還混過八家九當過警察 對於這個起黨也是略懂略懂 於是成為了西蘭安的黨機 與主委控制了西蘭安 魚親方年輕時混過八家九 曾被提報為流氓 被日本當局送去台東管訓兩年 主委則誤信日本商人報的名牌 產在谷海被割韭菜 不得不變賣家產還錢 所以這兩個人都是反日的大將軍 非常討厭的日本人 都有搞事的決心 在那個明治未開的時代 想要起義還是搞事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使用宗教 三年前的土庫抗日事件 當地人賭信一尊已故的姬童 柯相的肉身佛相 不久業餘的當機皇朝起黨後 表示自己將擔任台灣國王 號召鄉民一起抗日 雖然最後是失敗了 但證明了宗教之所以是老招 就是因為它好用嘛 於是瑜企方自己起黨 趁日本人氣速已盡 育爺農曆七月 天地將被黑暗吞噬 會有天災 7月時在1911年到1914年間 台灣遭受罕見風災重獲侵襲 使得農作物的手承認不理想 對於鼠疫也心有餘悸 導致台灣農民對於日本的統治越來越不滿 也更唯心人瑜企方 有了天災降臨 那就必須搭配救世主拯救昌生 所以瑜企方在起黨的過程中 蘇他即將登記為台灣人的皇帝 並建立台灣國 會趕走日本人 並且他這個救世主還擁有法術 清灰寶劍便可以殺敵3萬 婚姻生術還能刀槍補入 而創業建國總是要有錢啊 這錢怎麼來啊 於是他開始販售神符 經過瑜企方加持的神符可以避免一切瘟疫 也可以刀槍補入 瑜企方使用的是老鼠會的詐騙機制 信徒都受了神符經過轉手 都可以抽取三到五成的佣金 由於賣服可以賺錢 因此信徒樂於轉手 無形中加速了教育的傳播 接著於清方利用T黨 宣稱希臺安的王爺指示 在全周有神仙劉伯溫 以及烏山老祖師 兩人除了刀槍不入會飛翔外 還能召喚陰間的不死軍團 此外還要聘請大陸的法師來台 傳授前面說的法術 而去大陸找人的這個任務 就交給了希臺安的第二號人物羅駿 羅駿精通算命風水 還會點醫術 1900年抗日失敗後偷渡到中國 以行醫算命看風水為生 七年後返台發現三子巨墨 老婆也改嫁 竹產則被執而霸占 一連串的打擊下又跑回中國 遊騙大家南北 依然以行醫看風水為業 自中間經歷過武判起義民國建立 1914年再度回台 決定和于清方一起創業 因為羅駿多次出國深造 雖然是于清方陣營裡面比較有國際觀的 一些比較有國際性的設定 大多出於羅駿之手 雖然也是令人鐵笑皆非啦 例如起義之後 袁斯凱將率領北洋軍渡海相助 另外1915年正值一戰期間 日本與德國在青島有小衝突 所以德國也將派兵來台 共同驅逐日本人 此外當時日本人在太魯閣 與原住民的戰役尚未結束 于清方也正設法聯絡太魯閣族共同抗日 于清方每隔三四天就會起擋一次 鄰居向性例外 也會跟神明寢視作戰方向 之後于清方被逮捕 也隨身攜帶著匠筆 也就是起擋用的那支筆 如果創業成功 于清方也會把所有土地平均分給創業夥伴 更加深了信徒的信心 設定如此完整的于清方宇宙 以此之間聲勢非常浩大 預計1915年8月起事 但于清方的保密房地工作卻做得非常隨便 到了5月 總督府就知道有人要搞事了 各地的警察開始加強查棄地方上的8加9與不良分子 許多人因此被逮捕 同時于清方的所下蘇東海攜帶大量金錢 在前往廈門的路上 在基隆港被捕 日本人為了查出幕後黑手 縱容獄中的蘇東海繼續傳遞消息 果然蘇東海是個豬隊友 無意間把于清方、羅俊等人都賣了 調查一個月後 6月日本人收網 展開全台大搜捕 在嚴密的搜索下 羅俊躲避不及被逮 于清方則躲入山中 之後于清方與另一名創業夥伴張定 開始襲擊各地的派出所、警察廳 最終兩軍於8月6日 決戰於焦八點的虎頭山 日軍是派出了軍隊 使用大砲、機槍等現代化武器 精銳清朝而出 而于清方的信眾大多所拿斧頭、鐮刀等農具 或是跳8加9的傳統兵器 另外配有號稱刀槍不入的神符 但顯然不是很靈驗 此戰日軍戰亡4人、傷亡並不大 而戰場上卻有309具民兵屍體 且多佩戴著西蘭安的黃色神符 這309人還只是官方數字 根據2013年學者所做的研究 光是這一仗 台灣人就高達1082人死亡 整個事件的受難者人數將近3000人 于清方不久遭當地鄉民誘捕送交日軍 總計全台影此事被捕的多達1957人 經過審判 于清方羅俊將定登主謀死刑外 還有866人也被判死 聚眾在日本國內與國際的輿論下 3 4 的死刑特色為武器徒刑 之所以焦八年地區的農民 會如此死刑他地地追隨于清方 是因為1915年台灣總督府實施陵野調查 需要出示相關政見證明陵地的所有權 但在焦八年這邊 多是以口頭承諾或事態相傳的方式擁有土地 因此許多人的陵地被納為國有 引發了民怨 就在這時 于清方許諾革命成功後 會平分土地給受害的農民 才吸引了一票死中信徒 西來安事件結束 與清方聚會了大本營西來安 當月就被政府拆除 原有的貢桌、竹胎等財產 則送給台南的其他廟宇 廟宗的王爺神像 則被送往總督府的警政學校當成教材 部分也被焚會 至於西來安的原寺 現在變成了一座教堂 在今天台南的清典路的121-123號 台灣府城隍廟隔壁而已 傷亡最慘重的焦八年 則位於今天芒果故鄉獄景區 台南是近代台灣史最早開發的地方 這裡土地廣大、有山有海、有平原 物產豐饒、民風淳樸 到處蘊藏著歷史與文化氣息 都值得我們用心挖掘 歷史與文化很抽象 其實它是我們的生活所依 只是我們以前只注重物質層面的滿足 卻忽略了文化的層次提升 也忘記了前人的故事 一個沒有文化忘記過去的城市 會有多麼寂寞 60年代以前 台灣人普遍貧窮 人民要的是三餐溫飽 政府喊的卻是反攻大陸 60年代以後 台灣經濟起飛 也逐漸重視其文化 逐漸想起過往的歷史 博物館作為文化、歷史的重要的組成部分 一直擔當著傳承文化與歷史的使命 位於台南南區的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簡稱台史博 今年剛好滿10歲了 有別於教科書上的台灣歷史 台史博通過館長文物 經過考證重新打造的歷史場景 再以多媒體輔助 徐徐如生的介紹台灣歷史 讓我們可以了解過去台灣島上的故事 歷史都是環岸相扣的 西蘭安事件結束後 台灣人認識到了日本人的火力強大 多然舉邊抗日是不治的 雖然抗日運動仍然持續 只不過逐漸轉向 改采社會運動和政治改革 以及文化訴求的路線 西元1921年10月17日 寧憲堂蔣衛水領導的台灣文化協會成立 表示了台灣人邁向以文化其盟 還有政治訴求作為時間路線的開端 今年不只是台史博滿10歲 更是台灣文化協會成立100週年紀念 因此特別推出樂為世界人 台灣文化協會百年特展 認為世界人是出自蔣溫水1921年 索尼台灣文化協會會歌中的一句話 是第一代台灣文化人的使命 也是對未來世世代代台灣人的期許 百年後的我們 是否能在積極認識這個世界 勇於提出想法追求更好的新世界呢? 從9月16日到12月4日 台史博舉辦了各種活動 除了比較嚴肅的研討會 還有音樂會、文學小旅行、實際導覽等 詳細可以上官方臉書了解了解